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9年我们Maridio台长梁錦祥的著作《颠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热烈 已经抢购一空 今年再接再来 台长梁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颠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濫炒之死》 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 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网上商店购买 每本特价港币130元 为免向遇 欲扣重促 我在一周十字 第一节我已经讲了 我对那个在通州街 深水埗那边的陆苏者 我们关注了好几年 亦都请过林郭章牧师和其他这些街友上来 但很不幸地就是我们在年初邀请林郭章牧师和其他街友上来的时候 其中一位的街友林文先生 突然间离奇死亡 我对这件事 前两天的文章 专栏我都写了 我觉得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甚至是可疑的地方 所以今天请到林郭章牧师和另一位教育上来 他之前亦都上过来的 文仔 文仔 大佬文 改了名 但现在他不是街友 他已经上了楼 做了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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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事我相信 林牧师 你今天既然在这里 我想你简单地 复述一次 这件事的过程是怎样 关于阿什的死 上个星期二 我们逢星期二晚都会在公园 或者在桥底出现 有一个越南兄弟跟我说 当时他们只是存疑 牧师听说 阿什在监狱那里量颈颈 我说 不是吧 他说 可不可以帮我们查一下 是否这件事 有没有这件事 我当然 我第一个想起就是 邵家俊 他关注这个囚权 我当晚立刻告诉他 阿什可能 会不会在小南那里量颈颈 然后他立刻 找到一段文字给我 不知道哪个网台的报导 他说一名五十四岁的男子 长褲前颈 当时用这四个字 送院 第二天死亡 到第二天 都差不多可以说是 证实了这个是阿什的 于是在越南的圈子 也有些人会找我 当时有一个越南的姐妹 她又打给我 因为她说 认识阿什在越南的家人 以前在南文城也认识 跟着桥底的那个兄弟 也是很紧张 有个男的 他就说 叫我 牧师可不可以 弄一张阿什的照片 现在放在这里给大家看这个 可不可以 穿西装 打胎 因为他们 越南人可能很重视死亡 我们平时就 因为跟阿什都拍了很多照片 但当然不会穿成这样 于是我们找了十张八张阿什的照片 有一大半都是戴着帽子 有些帽子戴着帽子 有些帽子戴着帽子 有些是这个样子等等 于是我就交给那些电脑专家 做了这张阿什的照片 后来他们都很喜欢 他说阿什真的很漂亮 于是就 过两天 到媒体就注意这件事 起码那个报道 就有名有姓了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越南人 叫做黎文十 或者是一个越南人的名字 就在监狱那里 但是他说 程教署就有个声明 就是多了两个字 当时就是说 长褲前颈自杀 即是两个差别 就是一个是长褲前颈 又是长褲前颈自杀 第二次就加了自杀两个字 当然我自己的疑问就是 因为当时我听到长褲前颈 我只是想到那个图画 他会不会坐在地上 就发现条颈有条褲 纏着一下 那就长褲前颈 但是当他这样报道出来 就是街外那些人的反应 就觉得他是上吊 我觉得如果上吊 或者是自毅 有个字 自毅 要么是自毅 要么是上吊 他会写得清清楚楚 就不会写到这么曖昧 因为我印象中 就很少说长褲前颈 后来坊间又有反应 就是说 承教署现在都未换季 这件事发生在10月8日 通常10月18日才换季 刚刚换季才有长褲 何来一条长褲前颈呢 就变成了我们也有一个移民在 于是我们很快就 上个星期我们又联络了 屯门的警察局 屯门医院 因为他写的屯门医院 很快就有一个警员跟我联络 就变成了我想希望安排你 迎领个遗体 于是我们就约了在星期一 这个星期一的早上8点45分 就在葵聪公众联房 那里迎领遗体 因为过去这8年多 我在桥底帮这些兄弟扮喪事 都接近20 是的 我也有看了你 比如说在Facebook 或者是私人PN给我 都颇为频密 8年一年都有一两个 一半是越南 一半是本地 通常我们 我和心族高警署都好像有一个默契 我记得第一次我处理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习巷组的警员 接见我 我记得我离开警署的时候 她就追着我 牧师以后是不是有这些都找你 我解释了 因为那个婆婆 我们在桥底认识的 所以我就来帮忙这件事 如果你说是不认识的 那就很难 我记得去年 我们有一宗 年初1月29日 有位姓张的先生 在深水堡地跌站 对开个花槽 过世 我一如往常 我想起个名字 叫做张显芝 因为我每次去都有一些纪录 就找回这个名字 就确实有这个名字 于是我又自己主动投诚 去警网说 这宗案我认识死者 通常他们就会查一段时间 比如两个月 如果他们尝试找亲人 找不到 他就会找我了 那就是牧师你搞定他了 所以那次我自己去投了案之后 就一直都没有消息 没有消息 那直到年底 大概10月11月 我去有一次 有班兄弟就 阿牧师是谁不见了 就是不知道他生还是死 那我说 好了我跟你去警网问一下 那我就顺度问回 年初这位张先生 就是的情况如何 找到家人 后来他说 那条丝还在念房 那就摆了一年 那结果我都安排了 在11月底 就跟他做了一个葬礼 就播了圣诞 都有这样的情况 阿牧师 我们记得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那时候 年初会上来呢 主要就是因为 他们在那个公园那里 被那些警务人员襲击 还有呢 就有一些的掃墙 那现在我的问题就是 就是由阿牧师 他这个被捕 和年初这件事 就是我们 我们找不找到的关系呢 都当然有关 就是今年这件事 由3月我们开记者会 把他曝光 当时是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 其实譬如去年 我们有两次 年中有一次 那些管理员 就是对那些露宿者很粗暴 文仔又录影了 于是我们就抗议了 就是不应该这样对待 那些拿拐杖的露宿者 反正是他踢别人的拐杖 不是踢拐杖 踢走他们的拐杖 踢走他们的物品 那到年底有3天 那些防暴警察就进来 扔他们的东西 20分钟被你扔不扔就扔掉 那因为早年的时候 譬如我们想开记者会 通常我会找多10个8个 经常来侨底的NGO一起 发声 到去年我都有一些无力感 就是说来说去都是这些 说来说去都叫你们不要侮辱那些露宿者 还我尊严 差不多我们的示威牌都梗局了 如果我叫金神赋 金神赋当然是放屋储给屋我们 说来说去都是这些 所以我去年自己开玩笑 我们那两次都开了一个无记者的记者招待会 自己举牌拍了一些照片上Facebook就算了 因为为什麽呢 因为再早前我们就算开记者会 只有一两个 来了日后都未必登 这些新闻都见怪不怪 到今年三月初 我也不知道为什麽 就是说我第一次 我这麽大的孩子没试过 我放了一个彩通在Facebook 有三千个赞,四千个分享 社会气氛不同了 社会气氛不同了 所以那次就是10 那次可以说案中案 原初我们就2月4日 他们被那些警察打 他没有跟我说 到2月24日那次是很特别的 在他们来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晚上 我想是一个噩梦 他们用铁锤打烂罐头 用哥尔夫球棍打烂了他们的交伤等等 他们第二晚是2月25日 他就好像死老爸那样 牧师昨晚那些人这样对我们 于是我那个星期 好像也是碰到邵家春 后来我又碰到神父 我说不如神父开个记者会 要说出来 所以那次开完记者会 好像是3月3日 开完记者会之后 那些记者就说可不可以去现场那里看 那去现场那里看 那才揭发原来 2月4日他们曾经来打人 那那个阿珊被他打断铁骨 那阿珊被他压在地上扯头发 踩下来看 还是一个旅警来的 在那个team人里面 是其中唯一一个旅警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原来是有这样的 那最奇怪的离奇就是说当日 我们开完记者会 下午我就收到一个自称 警民关系的陈邦版 就打来 就是说 初初很客气的 就是阿牧师看到你的彩通 跟着原来他是想挑战我的说法 阿牧师为什么你一口咬定是警员 我记得你上次 我们已经说了 讨论了这些问题 跟着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不会改的 因为他要求我澄清道业 我没有改的 但是第二天看报纸 最令我吃惊 第一要我澄清是否有警员 第二他就说 我们就内部问过 没有 当日二十四日那天 没有出队 那我就立刻 怕自己变成林子健2.0 即是原告变被告 即是说 诬蔑的警察 谁不知 打开报纸 我就放下心头大事 警察承认了 二十四日那天 有个晴天行动 不单止二十四 原来过去三个月 他们出动了五百七十次 拘捕了九个人 那我就定了 即不是特别的事 所以二月四和二十四 只是五百七十次 裏面的其中两次 那我们要去 尝试理解解这件事 譬如以前很简单 定期的理 或者扫牆 或者食環 其他力 因为是区议会 但区议会换了其他的区议员 那这件事本身 我们在外交 有没有理由去猜 其实他们想 真的想赶走那群老叔者 而他们会搞一些project 即是有没有可能 有 绝对有 因为他们在桥底 本来我们在桥底 即是早五年 桥底又没有屋 变了又有屋 变了很热闹 变了有一年 我们也是上过这个节目 他们用尽一切匹劣的手法 一个星期拆一间拆一间 甚至那一遍 或是那个视线 甚至你们有 group 鼓套 拆一间屋 后人停留棄 甚至是不是쳐 甚至有几次 一间恾闭 在半夜际间 在12点在搜药 molecule 没有可能被提指 變成他們用盡很多方法 就是要清除他們 但清除不是純粹清除這麼簡單 市容問題 而是清除之後有些地產項目 我們最大的疑問就是 其實你不需要趕絕它 但現在你要這樣做 後面一定有些理由 他拆了那一年 拆一間就用鐵絲網 錫紙圍一間 就有很多鐵絲網在那裡 圍完之後就封了那兩個出入口 就變成那些公共空間沒有了 橋底的公共空間 接著是看著它雕空了兩年 即是頭頭尾尾 兩年 那塊地我們每個星期看到 那些人去哪裡呢 就進了公園 所以他上一任的民政專員都講過 我們已經接納了露宿者 是我們社區的一部分 趕不走 你等我低下 事實上是這樣 但是趕去公園 就不會再住那個project 我經常講的就是 地產的問題 這個就是 地產的問題 變成了 其實原初 他就想隔壁街的那個 報販市場 就搬過來 是啊 我們就是講 那個報販 就不肯做棋子 你找我們來趕走那些露宿者 報販不肯 好了 到他趕走那些露宿者 接著他標的那些租金 就貴到飛起 那報販到今天都沒有搬過來 變成他那塊地 接著兩年前 記得他還有一個 請了中大一個教授幾十萬 做了一個報告 又說 這個街市可以怎樣用怎樣用 誰不知你原來是騙人的 那最後搞一個 西巴胖出來 西巴胖這裏 我們等一下要花時間講 不過我現在覺得 我自己最關心的問題 就是 阿黎先生他現在過身 那是不是 大家會 要追問這個 死因是怎樣 是不是 以我理解就是 因為你是在那個 小嵐的職人病院裏面 死亡 那是不是要開死因聯約庭先 根據這個死因條例 是一定要開的 一個在押人士死亡 一定會開 那現在的情況 就是說有沒有可疑 其實我們就會一步一步追 第一我們就會問 為什麼他會在小嵐 其實他應該 因為我上個星期三在法庭 本來以為另一個 老叔朋友阿春 誰知找了一整天 那個阿春就沒有來 即是沒有這個名字 他就在那個 拘留書裡面 因為我上個星期一 收到電話 上個星期 就說牧師你去深水埗警察 保釋阿春 那我星期二早上打風 我晚上去到 那警察就不讓我保釋 有這個人 我說為什麼 他說明早上庭了 就去西九 我就星期三去西九 然後他說沒有阿春的名字 那他查了一個多小時 一早上查 那我沒有阿春的名字 我說明明深水埗警察叫我來 然後我們落到樓下想走 看到阿十的名字 提堂 那我就上回去做好人 阿十八號死了 為什麼我找那個未死那個 又沒有名字 死了那個又有名字 然後我就再回去警署 就跟他說 找不到這個阿春 結果他看電腦 是去了西九 我問現在究竟去哪裡 西九又沒有他的名字 他說不知道的 不知道法庭判了他去哪裡 結果我回到家 官堂 又收到明報一個記者的電話 牧師兄我找到阿春的名字 在最後可能那裡看不到 那我又回到法庭 他已經說 判完了又還押 還押 那問題在哪裡 就是說 就是你從頭到尾看不到他 你對這些人 那說回阿十 你2月4號 打完他 是拘捕了他 困了他三個星期 又放出來 放出來幾天又打他的東西 那荒謬在哪裡 你在公園拘捕一個 露宿者好 你說吸毒者好 一萬元保釋 那即是 明明給你保釋 那他補到 他問人借借到一萬元 那我只是說 那我們聽很多案 五百元 一千元 二千元 我試過 那你怎會對一個露宿者 收他一萬元保釋 是嗎 好了 接著這宗案去到五月 那我之前 我都和阿十 上過一次法庭 申請那些法援 那我就給了五百元的 要給一點點錢 那誰知道 到正式上庭 就是說 律政司撤消控告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宗案很尷尬 那些拘捕他的警察 原來都過百斤的毒品 拘捕了 不是 你要廣補罵制 涉嫌去掃除那班 其實已經停了職 那班停了職 另外那班西九 因為這一宗 就撥去西九重案組 不是深咀報 誰知道西九重案組 那班都拘捕了 那拘捕了 那班都不知道做什麼 你想想 如果0.5克要一萬元保釋 那班人要多少錢保釋 那這個不合理 在這裏 好了 五月已經放了他 撤消控罪 那現在你無緣無故又拘捕他 而且他欺負他們 沒有律師 不讓他保釋 喜歡運多久就多久 你無緣無故 我們只會問一下 法醫跟我說 他28號在荔枝角 你荔枝角已經不合理 如果他又是藏0.5克的話 你又運他不知運多久 又不知拿了他多少保釋金 現在不知法庭有沒有扣他的錢 應該沒有 他正在坐 接著他說6號他精神失常 於是送去小南 那你怎樣判斷他精神失常 那這段時間 即是在那個監獄裏面 發生過什麼事 我們有 其他人有理由要知道 那第二件事 我想你也說了 就是說 在小南裏面有CCTV 是 小南其實每個倉 門口有CCTV 還有呢 每三個字十五分鐘 就要搶一搶 就要搶一搶 就要搶一次 這個過程 我覺得大家有理由去追問 就是 由他被發現他是長褲勒頸 前頸 前頸 到之前見過他仍然長褲勒頸 這段時間有多長 十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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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樣做這個動作 那法醫 我想以他的專業來說 他有理由 他有他的能力去推算到整件事 如果你說這個死因法庭 死因法庭以我理解 純粹是 他判斷死因 他不會追問其他事情 即是有 有什麼建議 有什麼改善的方法 但是那個建議 不是在講這個案 而是整體來說 因為我看到陳彥霖的個案 就是 他說這個死因就是死於不正常 那沒有了 沒有人再查 那你覺得這件事 會不會都有類似的情況 是的 他昨天已經 發醫問警方 問屯門那個重案 警方是否認為沒有可疑 警方回答了 是的 我們認為沒有可疑 他昨天不是一個judge 這是警方的版本 他問警方的看法 是這樣 然後他也有問有沒有遺書 沒有遺書 是嗎 那這些他就是 到時開審訊的時候 他們就說 但是說我們的問題 就是 到昨天 法醫都問 即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我坐在前面 對著法醫 後面 有七個男人在我後面 我估計是懲教答 懲教只是說 他用條褲綁自己的頸 不是了 他說他用條褲 沒有說長褲還是短褲 就綁自己的頸 那條褲 如果是短褲怎樣綁 長褲 那條長褲又怎樣來呢 那這些 沒有了 現在你看上去 這些完全不make sense 我們就這樣聽 如果他們現在說這個版本是真的話 就完全make sense 好了 那問題來了 黎先生他過了山 我們就去查 但是 你其他人現在 譬如說 他們會不會繼續受到治療呢 他們的人身安全 因為我看這件事 不是純粹黎先生的問題 是那裏有些事情要搞 那他們長期在這裏 9點到10點鐘 已經在那裏 報到 等牧師派捉你了 那我在10點到這個 3點到4點之間 就頻頻看到那些男老子 就稍急這裏 職員 不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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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那個老叔 探新聞證 尤其是越南那班 他們不停不停查越南那班的新聞證 我最低的起碼那裏 以我所見 都超過十二班以上的警察進去數 你現在警察很勤奮 你出家也見到 但問題就是心水堡好像有個project 叫做Support Punk 我都很諷刺 為什麼是甚麼是Punk呢 就是你其實很挑戰社會的規範 例如你在公園睡覺 甚至Punk Support Punk就現在要搞這班人 整件事這個Support Punk的項目 其實有沒有可能就說 這班陸宿者會阻礙這項目去發展呢 他只是搞一個星期而已 因為他又搬不到那些報紙過來 他又丟空了那些建築物 又丟空了那些空地 沒有東西做 現在租給這裏 不知道收多少錢 去搞這些活動 我猜搞開 又會有很多人輪流在那裏搞的 是啊 他現在這樣的 深淵寶區 我看到一個趨勢是怎樣 你發覺就是 因為這其實是全九龍最窮的地方 但你發覺就很多 譬如新的那些文藝 或者那些藝術那些擺下來 我們不是反對這件事 而是大問題就是 以你那個老宿者的問題 尤其是在所謂去年那個區議會的選舉 就是這些原有的區議員 建制派區議員 他們已經敗選了 那你新的時候 這群區議員其實應該就很關注 我說了很久的 其實我幾奇怪 因為我不預期到今天發生這件事 我以為就是這群新的區議員 上去應該有一個新氣象 就是他們應該關心這條細社案 露宿真的有問題 大家不要那麼幼稚 我說了很多次是解決不了的 但是他們那個 就是在那裏 那個居留 就是在那裏露宿的權利呢 是應該有一個相對比較 就是在制度以內的解決方法來的 但是到現在都解決不了 還出現了這次這個死亡案件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我們真的要 要從頭去看過整件事 是不是 第一樣的就是 他們的處境要長期關注 就是靠牧師一國不行的 你都不搞不行的 譬如說 黎生幾個星期不見了 你都沒有能力去跟進整件事 如果我們現在看一會 如果資源好一點 其實我們那個律師 真的會跟進這件事 最初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 為什麼今天找牧師上來呢 就是覺得 現在如果你說真的要關心這幫人 就不是說上不上樓的問題 我覺得是多餘的了 去到這裏 而是說 你看看現在 那個深水埗那個發展的項目 是不是跟他們現在在那裏露宿 有基本的矛盾 而導致政府要撥資源進去 喂 現在很多事情好做的 警察 是不是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 這麼多人力走到這裏呢 他不會構成那個社會安全的 是不是 我就算給你有毒品 你不要以前這樣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就是 為什麼我剛才會問起 就是說 阿黎珊和今年年初這件事 就是他在死之前不斷受到這個滋擾 是不是因為在年初的時候 這些這樣的記者會 令到警方覺得他們受到很大壓力 這個純粹推算來的 現在我們沒有任何一些的 而且是很離奇的 剛才我說的3月3的記者會 我們去到現場的時候 是阿春和阿十在那裏 他們是指導我們 示範重演當日那個警察 怎樣打阿十 那麽文仔就扮阿十 坐在那裏登柱下面 跟著呢 阿春和我都扮那個警察 就打他 然後踩他下體 就是說當時那個女警就是這樣 那這一幕是不是很清楚 阿春和阿十在現場 是啊 我想說的就是這件事 那現在那班警員就 就是停職 聽說了 停職了 我講完 過幾天 過一個星期 我們回去問阿春 阿春 那些事情 他們就 不要說了 牧師 不說了 到了有一次 阿珊去西九龍重案組落口供 有鄭家富的律師 那個伙伴陪他 回來他說 牧師很奇怪 那些警察 就畫了這個案發現場的兩個地點 就跟阿珊說 現場是沒有阿春和阿十這兩個人的 即是他們很排除了 或者他搞定了這兩個人 你這兩個 那你沒有那兩個證人 那他們就經常 但是阿珊就從一初到現在都很堅硬 他有很多訪問 即是這個是另外一位勞宿者 是的 也是越南的 所以我覺得阿珊 即是變成阿春和阿十 背後他應該是受到一些壓力 是的 一時就說有 一時第二個星期問他 那個徐仔在哪裡 他打你那些事 沒有了 第三個星期就拿回給我 甚至他就說 阿牧師我都不在這裏 你那天裝了給我看 為何不在這裏 所以我覺得那個警局就在這裏 是的 然後你又放完他 一會又抓他 我形容 如果你現在的警察先生 你去公園裏面 去搜那些0.5克的冰毒 就等於你去抄車牌一樣 是吧 即是你一定有的 一定有得給你抄的 是 因為我經常 那個救世軍 早幾年做過一個調查 哦 有八成怒宿者都是吸毒的 那你的事實是這樣 是吧 你要經常去搞他們 去搜他們 你一定有東西交的 而且我覺得 你給我的印象就是 你始終是針對他們兩個 是的 即是我們想 大家去關注這一點 即是他們究竟被針 長期被針對 而針對的原因就是 因為年初 即是三月谷的警會 是吧 即是像上星期 我們去到警局 又是星期二 晚上去警局 我們三個人進去 第一個招呼我們那個警察 都沒有什麼的 我們說 保釋這個朋友 他準備進去 看看有沒有這個人 他旁邊那個 好像認得我 就在耳邊跟他說了一大堆 然後態度不同 有這個人 不過不能保釋 我說我收到電話 叫我來保釋 是不是 然後態度很差 然後他說 明天上庭在西九 然後你想問多一句 我們不可以再回答你什麼 這樣灑了我走了 是不是 沒有 我想整件事 大家也會看到一個情況 就是 如果大家多關注 那很多細節 就自然會出來 那你拼合一些細節 你就會發覺 哪些有矛盾地方 哪些有不合理的地方 那就可以去追查 但是死因一定要查 就是特別在現在香港這個時勢 而我們作為傳媒那個 基本的責任就是 我們首先釐清事實 推論的 不同的 不同的推論 但是我覺得就是 在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 警權 警暴 腦縮者的那個 基本尊嚴和權利 這些是我們應該 高度關注的 那這裡希望 牧師和文仔 你們有什麼新的發展 那你們可以通知我們的記者 那有機會的時候 就 有新發展後 我再邀請牧師上來 和我們 解釋一下 那個事情的 經過是怎樣 好嗎 謝謝 謝謝 謝謝